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絲絲絲絲才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拉斯 OK現在我們玩的遊戲是生魔之塔 那這一次呢是我們的妖精系列 潛能解放 那我們我來解放一下水妖精 水妖精的話大家的評價是呢 在五隻蛋蛋系列的妖精啦 水妖精可以放在第一個優先解放的第一順位 OK 為什麼技能這個顯示錯誤 然後因為大絲的水妖精 沒有滿等不知道能不能打贏 應該可以洗技能洗過去 欸 喔?解放是一個人嗎? 隨便轉 應該不會很難才對阿 應該不會很難才對阿 好洗一下 然後下一隻解放的妖精系列可以選光妖 光妖 光妖蛋那一隻 因為那一隻可以他的技能改成 變成你轉珠的時候可以變成妖佐符石 那大家知道妖 就是可以轉成屬性的符石 可以解很多東西 像那個 像什麼? 之前的九風好像有一關可以靠這個轉 所以我記錯關卡了 反正他就可以 反正他就可以 把那個 啊我都忘記了 反正他就可以轉掉 轉掉屬性就對了 這都符石雙還只兩秒 OK 我竟然跳起來 有三回合 差不多了 手術太慢 沒有 沒裝好 沒裝好 又有九康阿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太扯了 太扯了 好 哇 嗯 嗯 兩回合 應該可以打 而且兩回合 內 所受傷害了118個爆炸 好 好 可以過了 很簡單 這個 毫無難度 我還以為很難 好過了 欸還沒 欸 唉唷那裝好 好過了 好啦不難啦 這次妖精解放我覺得還蠻實用的阿 水妖必解阿 真的是水妖精是必解放的 那也是 好我們看一下他的技能齁 這場技是 水屬性以妖精類攻擊力 及回復力三倍 所有符石見具25% 輕易符石的效果 然後 好 每回合 敵方所受傷害 120%爆炸 這是技能部分齁 此傷害無數 無數 屬性 及防禦力 效果是 兩回合 每回合完全是 所有符石或總和強化符石 喔 總和強化符石 這個也蠻好用的 然後他的對場技 你看喔 主要是回復力阿 回復力三倍 然後所有屬性 繼續25% 新符石的效果 那以妖精隊來講的話 有些 引用妖精隊 因為是 要消那個 翼補盾的 的 的 的那個 那個 敵人阿 所以 引用 把水妖精拉隊長的話 用 打翼補隊的話 的關卡 會蠻 蠻快速的 OK 好啦 那這集到這邊結束啊 喜歡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圖片按個訂閱 歡迎到我粉絲按讚 以及追蹤的消息 謝謝大家這集的收看路